材料清搭,牛腩肉250克,土豆2个,葱少许,姜少许,蒜少许,咖喱块3块,盐少许,料酒适量,牛腩肉洗净切块放入高压锅中,放入姜片,料酒和清水,大火上汽后转小火20-30分钟,土豆去皮洗净切块,葱加蒜切块,取三块咖喱的用,牛腩肉压好后自然, 盐散起,倒出来冲起立干,与土豆混合,锅中油烧热,放葱姜蒜包香,放土豆和牛肉翻炒片刻,倒入适量清水,烧盘后放入咖喱块和少许盐,煮至咖喱块融化,调小火,盖上锅盖们,中间翻炒一下防止粘锅,煮到吞汁浓稠,吸稠度到自己想要的程度,就可以起锅装盘了,小贴式 一,牛腩肉压20-30分钟不等,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来调节 二,喜欢吃软糯口感的土豆,要适当多加点水,防止煮干 三,咖喱的口感已经很丰富了,所以除了盐以外不用放弃它调料 四,如果有椰浆当然更好,不过谁家会经常背着椰浆呢?不用椰浆皮则也不低对不对? 一,二,一,二,一